425事件是指1999年4月25號 上萬名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 趕到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公室 位在天津市被非法逮捕的45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 事件得到當時總理朱鎔基的親自接待與妥善處理 在當晚和平落幕 說到425的緣起 親歷著原天津法輪功學員趙若熙描述了當時的經歷 從4月19號開始 天津就有七位大大弟子到天津教育學院 青少年科技博覽那雜誌編輯部 去找他們的編輯部負責人 跟他們說 你們登的合作修寫的這篇文章是不符實的 修煉法輪功都是叫人心向善 都是按真善忍做人 根本就我們別說跳樓自殺 就是師父幹我們不殺不養 我們連養花草都不去養 連魚蝦活的我們都不去吃 那修煉法輪功的人怎麼會去跳樓呢 所以合作修這篇文章是根本不屬實的 是栽贓陷害法輪功 一開始本來院方已經接受法輪功學員的要求 但是後來事態卻180度轉變 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 第一要更正 不是這樣的你這個報道不屬實 第二個就是說要在這個刊物上登出來 而且要把你已經發的刊物都把它收回 提了這麼幾點 然後當時他們的負責人也同意了 也同意了 可是後來呢我們越等消息越沒有 到4月23號下午 然後學校的大喇叭就開始廣播 讓大家要退出會場 要離開這個場地 離開教育學院 如果不立即離開的話後果自負 所以我們不就是想說句真話嗎 能有什麼後果自負啊 誰也想不到 結果到傍晚的時候 圍繞教育學院周圍的所有道路就戒嚴了 當我們在想進教育學院的時候 教育學院已經就許出不許進 很多警車在那兒 然後就開始抓人了 沒想到後來發展到 能如此如此地迫害法輪功 這麼栽贓線還鋪天蓋地的 真是第二次文革再現啊 而且呢剛開始我們知道說抓進去的人 還挨打了 又我們特別驚訝 有幾個人真的哭得淚流滿面 怎麼現在還有打人的事出現 非常守法的公民長這麼大 連派出所都沒進過 可是後來隨著事態的發展 我們了解到的就不是一個挨打的問題了 在425事件發生的三個月後 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發起了對法輪功的鎮壓迫害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的不完全統計 從1999年7月20日至今 至少4406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其中有人被活體摘取器官 至今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有上億民眾修煉法輪大法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韓瑞 紐約報導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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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